中秋節烤肉現在好像變成了全民運動 不過疾管署根據過去三年的統計 發現中秋節的那個禮拜 因為吃了沒有烤熟的食物 而腹瀉掛急診的病人明顯增加 像是昨天一整天全台灣只有800多人 因為拉肚子掛急診 雖然天吐颱風逼近 但中秋節晚上還是有不少人和親友聚會 一起烤肉慶祝 不過烤肉後遺症可不少 各大醫院掛急診的病患 平常多出兩成左右 昨天掛急診的病患大部分都是 肚子痛吐跟拉的病人 可能是就是肚子不舒服 可能跟吃東西有關係吧 根據疾管書統計發現 過去三年中秋節當周 因為吃了胃烤熟食物 而腹瀉掛急診的病患 有明顯增加趨勢 在2010年全台共有6100多人 因腹瀉掛急診 到了今年更暴增8805人 而且大多是感染 懦羅病毒上吐下瀉者最多 預估今年恐怕也不例外 昨天是中秋節的第一天的廉價 那從500人的到腹瀉到增加到800人左右 那所以總共增加310人 那比例是增加60%左右 機關書表示中秋連假還有兩天 又剛好碰上週末 還是有民眾計畫烤肉 因此特別提醒民眾 烤肉食材一定要新鮮 而且肉類和海鮮一定要烤熟 以免感染導致腹瀉 記者賴熟明 張子佳台語報導 記者賴熟に入到